前两天我在卖场 看到还有好多的日升机能水 没有加速风膜 既然您已经答应了 而且您也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贯彻到底 把那些没有加速风膜的机能水 全面下架 全面下架 你以为坐电梯呢 说下就下 我知道这事很难办 但是董事长您一句话的事不就 你是在教我 怎么做是吗 不敢 董事长 我哪敢教您啊 无端召回商品 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那才是对消费者信心的打击 那才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他说的也没错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我们无非也是替消费者的安全着想吗 什么食品安全 我是做食品的不是干保安的 你明白吗 全面召回 你知道损失有多大吗 谁能赔 谁能赔 你能赔吗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明玉在给你提有效的建议 你干嘛这种态度对人家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们老实告诉我 今天这个饭局 你们两个到底什么目的 我们什么目的 不是 饭是你要吃的吗 女朋友也是你要见的 我现在坐在饭桌上女朋友带来了 你问我什么目的 我听你话你也不高兴 我不听你话你还是发脾气 你倒是告诉我 我这儿子要怎么当啊 董事长 对不起对不起 您先别生气 都是我说错话了 我缴了大家吃饭的雅兴 对不起啊 您别生气 我 我们吃饭吧 温馨少单间 小鸡兴最爱 最佳 怎么样 喜欢吗 有些话我得先说好了 既然要搬过来住 就必须要遵守文明公约 首先 垃圾自己倒 衣服自己洗 要保持公共卫生 还有啊 严禁你们两个穿着内裤到处跑 尤其是你宋晨熙 这 不是 我弄错了吗 到底是贝贝搬来住 还是你搬来住啊 你不用担心 陆路远住在这里 我们一直都很自重的 最重要的我还没说呢 最重要的是晚上十一点 不对 十点以后 禁止大声喧哗 要开派对出去开去 不要吵得贝贝读书 哎呀 没关系了 这样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哎 没事 为了贝贝我们通通照办 需要跟你签字画鸭吗 好 真是应该的哟 奶奶 奶奶 小鱼啊 我会盯着他们严守规矩 啊 奶奶 我还以为你去参加医疗团了呢 我换工作了 啊 我现在的新工作呢 就是他们的宿舍管理员 好 好 好 贝奶奶管我们心服可服 无怨无悔 有的人就不要污染我们这片海洋天堂了 嗯 有奶奶在我就放心了 好 小鱼来坐 来 坐 坐啊 哎 陈希 啊 啊 啊 阿庞给我买个新窗帘 你们两个人帮忙换一下 哦 好 啊 哎 小鱼啊 等这边整理好了之后 你过来玩啊 贝贝 别就知道玩了 好复习 我知道 你放心了 奶奶 这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哎 我跟你去 我顺便买点东西啊 奶奶 你要买什么我去买吧 你管我 你是我奶奶啊 哦 我是奶奶的老公 哎呦 你个散发 我是要跟小鱼啊 聊聊天 可以吗 可以 谢谢哦 嗯 走走走走走 哎 换窗帘哦 哦 哎 哎 幸亏有神仙奶奶作证 不然李明玉那只妖孽肯定没完没了的 哎 你敢在这说她坏话 她是我的好姐妹啊 小心我揍你啊 对不起对不起 不说了 绝对不说了 以后绝不当着你的面说 你真的可不奔 哎 哎 别跑 喂 苏比 哎 陈欣 你们快过来 经理叫集合 阿鹏 哎 经理叫我们集合 哦 奶奶 以后贝贝还要麻烦您多照顾呢 有什么需要置办的 您打电话给我 我买了 带过来 好 贝贝在这儿你放心 晨曦和阿鹏在工作方面肯定会帮助她的 对了 嗯 对了 嗯 嗯 怎么了 哎呀 奶奶是有话想我问你 嗯 你有什么话您问 之前你跟陈欣不是关系挺好的吗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贝贝搬到海边来住啊 而且我看阿鹏跟陈欣 他们跟贝贝比较亲 对你反倒比较冷淡了 怎么回事啊 哦 哦 是陈欣惹你生气了对不对 没关系你跟奶奶说 奶奶回去批评她 没有没有 她 她挺好的 没有 真的 那就好 陈欣这个傻小子啊 他是一根肠子通道里 说话做事呢 直骨隆隆的 没什么心眼 心里头想什么 嘴上就说什么 得罪了人哪 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他在海边呢 自由自在的 过惯的日子 说话做事呢 都不喜欢受到拘束 别人为他好说他两句 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两条黑眉毛一横 嘴巴一撇 连拉得长长的 一张臭脸 你靠近他身边 你还得捏着鼻子 要不然你会被他冲死 奶奶 可是 虽然如此 晨曦可是个讲义气的人 她很细心 所以对她好 她心里都很明白 而且一定会加倍报答的 我知道 奶奶 其实 晨曦阿庞对贝贝这么好 我也挺高兴的 只是 最近工作太忙 没顾得上 所以才生疏了 小玉啊 工作再忙也要住休息 毕竟阿人这一个子就活着一次 健康快发才是最重要的 懂吗 奶奶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您会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吗 重来一次 如果说是重来一次的话 肯定会不一样啊 因为很多事情经历过一遍之后 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而且犯过的错 也不可能再重犯一次啊 所以说 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 人生应该会更完美吧 没错 有了前车之鉴 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小玉啊 这一阵子 你多到海边来走一走好不好 奶奶都在 你喜欢吃什么 奶奶就煮什么给你吃 你说 你喜欢吃什么 奶奶做的饭我都爱吃 那我就做一桌子 然后把你喂成个大胖子 那我嫁不出去了怎么办 我负责呀 你笑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 没事 插 插气 笑的 笑的 要不要去医院 没事没关系 穿口气就好了 哎呀 岁数大了 奶奶 您现在的年纪 可不能再做拼命三郎了 知道吗 是 遵命 好了 你自己也要学着照顾自己 你虽然年轻啊 但是你也得注意 你有的是时间奋斗 不要累坏了身子 懂吗 知道了奶奶 嗯 遵命 遵命 现在这个视频已经传到网上了 啊 饭店员工 酒后殴打顾客 这个事情现在弄的是路人皆知啊 上面对这个恶劣事件非常非常重视 命令我立刻抓出元凶 严惩不待 经理 其实当时 我是说视频 从视频上来看 那合作的明显是那帮客人 而且是他们先动的手 当然 可能啊 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打架这种事嘛 过几天就没人关注了 对吧 你知道的挺多啊 你是不是当时也在现场啊 还是说那几个穿草裙 人的人里面有你一个 嗯 没没没有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 我们酒店的形象和声誉 我希望 这个元凶可以自己站出来 为整个事件负责 当然 我也非常的欢迎 你们互相的检举揭发 讲义气嘛 对不对 那好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办 所有在码头工作的人员 和当天休息的全部员工 统统给我积搭过一次 扣三个月工资 让你们讲义气 经理 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 当时是我看他们不爽先动的时候 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跟他们没关系 好 好汉子 有肩膀 能担当 那担当你就给我担当得漂亮一点 你现在就去把辞职报告给我写好 下班之前给我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还有 以后也不欢迎你出现在我们的俱乐部和饭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不行经理 这事不能这么办 我承认 当时我也在场 我动手了 你要开他的话把我也开了吧 那我也辞职吧 大家说我也在 我还多踹了他们两脚呢 我也不干了 我还多打了他几下呢 还有我呢 我当时也在场 我非得没全家 我还提家伙呢 我也不干了 对 没法干了 就是 不能干了 我们不干了 刘吉年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们 这么多的辞职报告 你今天恐怕得加个班吧 明天的赏金油跟潜水活动 我相信你自然有办法 对了 我出于人道主义 我好心地提醒你一下 天气预报说 过几天会下大雨 休息区的占卜 你应该早点挂起了 要是淋坏了客人 不太好吧 好 非常好 现在是在威胁我是不是呢 流氓假仗义 哎 有本事你们统统给我滚蛋 我就不信我还交不了人 我跟你们讲 你们前脚走 后脚救人扑进来 外面没工作人多了去了 想到我这码头上班的人 我跟你说拍出两条街了 哎 我在怕吗 你看我在怕吗 你注意点态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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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大家用不着 和我一起辞职 经理 不好意思 他们的话请你不要当真 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就够了 我这就回去 写辞职报告 送陈希 这个态度还差不多 还反了你们了 走走走走走 先生您好 买鞋送人吗 对 送女朋友 您真贴心 你女朋友一定很高兴 有您这样的男朋友 那她喜欢什么颜色 我帮你介绍几款最新的款式 不用了 我喜欢的 她一定也会喜欢 这点合适啊 是吗 谢谢啊 不客气 我已经试完了 我先走了 你不配我试了 我下午还有个会呢 你怎么这么忙啊 一天到晚都在探视 昨天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都不接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婚宴的座位怎么安排 你昨晚去哪儿了 昨天跟两个客户去KTV了 那地方信号不好 我半夜打你家里电话 也没人接 那么晚 你还没回家呀 硬扯的人多喝了几杯 到家就睡了 没听见吗 那些大老板也真是的 应酬嘛又不是正经台生意 他们不睡也就罢了 害得你也不能睡 你们那些大老板 是不是都不回家的 应酬完了直接去公司啊 哪那么多废话呀 这没接你一电话 一堆问题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这结婚以后你是不是打算天天查岗 我我没这个意思呀 我我就是关心你一下 你这关心让我觉得很难受 我现在是创业阶段 是最艰苦的时期 我这每天在外面 跟人陪着笑领拍着马屁 回来再向你汇报 我累不累我 夫君 我 你别说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 不识大体的女人 喂 昨晚你休息得好吗 你是不是现在不方便讲话了 在开会吗 对 哦 那你开完会再打给我吧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到地方见 嗯 好 我知道了 客户催我了 我先走了 少喝点 你找我 打开看一下 送给你的 送给你的 就当是你那天替我演戏 给你补发了道具 这道具太贵了 我不敢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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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经买了 先试试吧 关于 日升机能饮料的事情 我要再去逛我爸谈 不过 他答不答应 我可真不敢保证 毕竟 我们只是广告公司 根本没有权利和义务去干涉 人家产品销售的事情 所以 其实我也为难 希望你能理解 我 我理解 我也明白 其实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没想那么多 那么多产品下架了 日升的损失 还有影响都很大 我是想着那个签面人 下毒的事情 挺好看的 我那天买的时候就在想 这些给你穿上 肯定好看 走走看看 看看哪里不喝酒 挺挺好的 你根太高了 有点不适应 没关系 穿习惯了 适应你就好 不行的 这些一看就不是我能买得起的 我要穿出去了 他们俩肯定要说喜欢话了 而且我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 这些 我不能要 还有啊 是这么高的鞋 我平时工作怎么穿 根本就穿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要 反正这鞋呢 我是已经买给你了 你爱穿 就穿着 我爱穿 随便你怎么处置 对了 晚上一起吃饭 好 我请 林总 现在在网上的这些购物网站 少是有上百家 但百分之七数已经胎死腹中 百分之二十二也无人问津 只有百分之三在垄断整个市场 很多人都说这个市场已经饱和 甚至开始萎缩 我觉得不然 饱和是没有特点 萎缩是没有创意 林总 您看 这个呢 是我的企划书 我的概念跟他们不一样 我只做特定商品 特价商品 限量商品和限定商品 别的网站什么都买 这根本就不奇怪 我的网站什么都不卖 只卖奇怪 好 这家店啊 他们的材料就是租务室 我以前常来 是不是跟你以前男朋友啊 我猜的 那你看你住家里 你们家老李烧菜又那么好吃 要出来吃饭应该是个男朋友吧 我们那会儿没钱 不像你又那么有钱 所以我们太好了 你谈恋爱呢 就是 拉着手逛街 吃吃拉面 那会儿年龄小 有情云水宝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不管干什么都开心 吃碗面 我们俩都觉得特别开心 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 就可以借上一切的障碍 永远在一起 现在才发现 当时好傻 你那不是傻 是天真 天真没错 年少轻狂 谁没有过 你是男人 当然可以用年少轻狂 一病带过了 因为他跟你以后的人生 可以一刀切开 女人就不一样了 女人年少轻狂 狂子都是女人最宝贵的青春 他们都说 嫁娶嫁娶 可是无论是嫁还是娶 都是女人为了爱情 放弃事业 离开自己的父母 就跟着这个男人 到了一个一无所至的地方 给他生孩子 给他洗衣服 洗内裤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为他付出一切 可到头来呢 发现这个男人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再想回去 回不去了 晚了 你都人老猪黄了 你离开他 别人也不要你了 好 我觉得也不会是每个女人 都像你说的运气那么差吧 这个世界上总归还是有一些 好男人的 你是男人 所以你就帮男人说话 说到底你就是自私 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 女人为了你们放弃的一切 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呢 没出息的老公 这天天窝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干 有出息的呢 有事业 有钱的呢 天天窝在小三家里 女人啊 可怜 傻 爱情不能当饭吃了 令玉 你肯定是被上一段感情 伤得太深了 你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啊 伤不可怕 消磨可怕 时间会这样 一点 一点 一点一点的 消磨掉你对他所有的爱 最后 生活把你磨得千疮百苦 你就变成了一个 每天磨磨叽叽的一个愿 不是说别人 我还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 说 说说你吧 就像你 你能为一个女人 放弃事业 甚至背井立香吗 我是不婚主任 完全没压力 不婚你还要做我的第一顺位 不以结婚没目的的恋爱 就是耍流氓 你个臭流氓 结婚这个事吧 说到底就是一张结婚证 结婚证说到底就是一张纸 两个人花几块钱把它买回来 在上面签上字 然后派一张合影 她能够保证你们相亲相爱一辈子吗 她能够保证你们至死不渝吗 连这张纸都不敢签的人 似乎更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吧 不是 那照你的意思 女人就应该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然后把她财产全部划归自己的账下来 这样才能够有安全感是吗 男人没钱窝囊 有钱 狂妄 所以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懂吗 如果说婚姻是一场赌局 如果说婚姻是一场赌局 那么这次 我选我自己 吃饱了吗 服务员买单 来 为您插播一段最新消息 警方接获报案 有群众疑似 引用日升级团旗下 最新低能饮料而中毒 读音后确定不知 以下是本台记者发挥了介绍画面 大小姐 拜托你也站在我的立场想想 好歹我也算是我们饭店的高级领导干部 这说出去的话不算数 那我以后怎么管理啊 你的话值几个钱 我的话又值几个钱 那话也不能这么说 那个宋晨熙她带头闹事 如果我不把她开除 我没有办法再服下面人了 我是说把她留下 让贝贝走了 如果你一定要开除宋晨熙的话 那就连自己的辞呈一并写好 我会让我老爸第一时间批准 别别别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千万别给董事长打电话 够了没 少跟我大小姐长大小姐短的 如果我的身份报了光 你就准备告老还香吧 是 这东西 我就当我没见过 昨天呢 我就是在他们面前做场戏 不是真的要开除你 我早就说过 你们的所作所为 代表的是我们酒店的形象 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是顾客和服务人员 中间出了问题 那就一定是服务人员的问题 你说社会大众 会管是哪边先动的手吗 你们哪 永远是把好玩的事当正经事 把正经事当瞎闹的事 我就是趁这个机会 给你们来一场震撼教育 不过呢 你愿意跳出来承担责任 就说明你不是一个 有拳头没肩膀的小屁孩 像这样的员工 我怎么舍得开除呢 经理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会跟外界说 你呢 诚心认错 有一回改 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经理 不用谢了 你呢回去 跟你那帮兄弟好好说说 以后多干活少说话 我经理的工作是管理经营 不是跟在你们屁股后的收拾烂摊子 回去干活吧 谢谢 对了 过几天呢 公司会有一波人事调的 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吧 不会吧 这样就没事了 不然呢 你希望我被开除吗 不是啊 关键他昨天还说得信誓旦旦的 今天就变卦了 还当着你的面把慈程给撕了 看来这个陈小斌有点来头啊 看来这个陈小斌有点来头啊 不止家里有钱 肯定还有背景 干嘛 我发现最近在你身边出现的全身魔法学院的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今天报纸上登了 签面人的事件真的发生了 还死了一个人 而且被下毒的恰恰就是日成技能水 这个李明玉也太邪了 他说什么中什么太让人发毛了 怎么样 是不是没事了 你怎么知道 要你管 对了 替我转告那个小清新做作女 可以打包回家了 你干嘛总针对贝贝 他哪儿爱着你事儿了 因为 他喜欢宋晨曦 挡我的路 爱我的眼 贝贝只是我的朋友 对啊 贝贝是我女朋友 就你这个鸟样 会有女生喜欢你啊 女人对这种问题最敏感了 光从她看你们俩的眼神 就知道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爸爸 算了 不要听她瞎说 我走了 我瞎说 那天她偷了我的戒指 我只不过是说可能会连累你 她脸色马上就变了 还有啊 她为了你 连工作都可以不要 如果她不是喜欢你 她干嘛怎么做 扯淡 扯淡 喂 我是在帮你 连谢谢都不说 还跟我说 胡说八道 你完全无理取闹 你就会挑拨离间你 好 别走 什么意思啊你 喂 你是怎么知道有人下毒的 我猜的呀 这个梅加速风焦膜的饮料 很容易被坏人动手脚的 李梅月 你嘴开过光吧 说什么什么灵 市场上媒体安全焦膜的饮料那么多 你怎么能猜中是日升的技能饮料呢 我的第六感特别特别的巧 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这心里一颤 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然后 然后我的脑海里就 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什么外面 就是 这种封建迷信的说法 你们也信 莎姐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比如说金字塔 麦天怪圈 凤华岛石匠 地球人皆是外星人 是啊 你们怎么不说 他是千面人的同伙呢 比起这种第六感的无稽之谈 这种猜测 可能性还高一点 莎莉姐 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 谁跟你开玩笑了 如果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会有人下毒 说不定你是他们的同伙 但临时怯场 或者就是说分赃不均 谁知道呢 你莫名其妙进了我们公司 搞不好就是想接近老板 色有了 莎莉姐 我可以忍受你在工作上 无休止地找我麻烦 但请你尊重我的人格 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 咱可真不能随便拿出来开玩笑 看看看 做贼心虚了吧 还跟我急了呀 领域 上了一趟 你找我 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即便人家问你 不要回答 可是真的有人在水里下毒啊 你怎么知道呢 刚才沙里说的还不够吗 你不会觉得我是 如果我是同伙 我干嘛之前被你们当成疯子一样 拼命让你们不喝 我为什么还要建议你们去加安全胶膜 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相信 你如果跟他们是同伙 你可能早就要跑路了 没有必要站在这里跟我瞎掰 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 有太多解释不通的东西 所以 你还少说我也好 我知道了 你爸爸怎么样了 现在一定焦头烂额的 我不知道 他那边反正会有一对智囊团 没有解决不了的 智囊团 只能帮他出一些主意 但是 但是他们不能代表家人去关心他呀 你是他儿子 他现在 应该最需要的是你 他的事业 与我不关 你们是一家人 干嘛要分你的我的他的 是 也许你小的时候 你爸爸冷落了你和你妈妈 可是他辛辛苦苦的 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个家吗 对 这是他的选择 他本来可以选择多一点时间陪我 多一点时间陪我妈 但至少 他让你一时无忧 受高等教育 出国留学 这些都是别的男人做不到的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爸爸 你听我一句话行不行 人会老 会病 你不要等到哪一天 你后悔当初没有为他多做些什么 对 他确实应该想到 人会老 会病 甚至会死 所以他才更应该多花点时间 放在这个家 放在我妈身边 而不是永远去管他什么工作 不是当我妈在弥留之际 躺在病床上 想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 连人影都没有 你刚才那话应该跟他说 该后悔的应该是他 好 初昊 也许你爸有些难言之 够 不要因为我对你好看 你就可以对我的家庭至少画家 你不了解我家 你不会明白我在想什么 对不起 是我多事 我们只是打土而已 又没牵合头 再说了 陈小斌整了我们那么多次 我们耍他一次怎么了 难道真的让贝贝辞职啊 就因为他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更应该言而有信 否则不是跟他一样了 陈希的工作保住就好 我真的没关系 陈小斌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有来头有背景 绝对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 只要我走了 对大家都比较好 好什么好 你说我 我们刚给你办了欢迎会 你就要走吗 要不然这样 我们先赖着 到时候再说 行吗 事情是因我而起的 我来想办法解决 你快走吧 好 明云 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来 你笑我像个孩子般 优优独 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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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走就可以 你生气了吗 你今天说得对 我不了解你的生活 我不该这样说你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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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我陪成诺 我和我爸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也没必要回这件事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 就像天明人下族一样 跟我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多说一点 多做一点 其实那个人就不会中毒了 我经历过很多事 我也试住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知道 其实有些结果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我知道你不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所以在你心里 我只是个不管闲事的人 可是别忘了 是个约梦的 那是个人 你也不知道 什么不啊 就那个李明玉啊 李明玉 你认识啊 哦 没 我有个小学同学 也叫李明玉 是不是胖胖矮矮 腿特短 头特大那个 你小学同学多大了 我说那个李明玉啊 二十出头 广告系毕业的 黄毛小丫头 这黄毛小丫头 你们老板这么器重的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知道啊 他莫名其妙进了我们公司 刚来就让他当制作总监 哪有人像他爬得这么快啊 肯定耍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照你这么说 这里面确实有点问题 会不会跟签名人有关系啊 你们老板知道这事吗 我跟老板说了 但是老板没把它当回事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应该跟你们老板说一说 我只是猜测 有没有证据 中间还有很多疑点 疑点让他们去清理 证据让警察去找 你最重要的是 给你们老板提供一点线索 早点抓住签名人 避免更多人受害啊 中间有没有证据让警察去找 你老板提供了 中间有没有证据让警察去找 你老板提供了 中间有没有证据让警察去找